你好 我是Amazon 歡迎來到Good Talk 講得好 誰講得好呢 演講講得好 你試過聽演講的時候 會不會很不容易理解演講人的內容呢 我很多年的研究發現了 原因就是在於 寫作的用字和說話的用字是不同的 有些演講人是死機硬背的廣告 所以說出來的說話比較古怪 我舉幾個例子給你聽 第一 有件事是給我很大的驚奇 口語就是有件事嚇了我一跳 第二 我認為事情不應該是不明不白的 可以改為我對於這個事情很有懷疑 總之小心諧音的字和多些用直接的描述呢 Good Talk 講得好 我是Amazon 你的演講和簡報教練 下次見